强嫩毛新闻,触及你灵魂 最近彭博社爆料的中共军队的腐败消息 可是让人大跌眼镜 如果消息真实,那可真是小刀拉屁股,开了眼了 美国军方情报称 中共军队的贪腐问题 严重到连导弹燃料都敢用水来代替 这不是摆明了要火箭军水涨船高吗 再说导弹发射井的盖子 听说居然开不了盖 这是想让导弹窝在家里憋大招吗 不禁让人想起那句老话 一分价钱一分货 看来中共军队的贪污腐败 还真是把好货给省下来了 而对于习近平来说 这腐败问题明显就是个大石头压在心头 毕竟谁不想看到自己的军队强大威猛 结果好不容易搞了个军队现代化计划 还没风风火火地展示一番 先是被自己人内部搞得信心全无 这情况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话说回来 这种军备质量的问题可不是头一回被提出 早在2020年东风猛市就因为质量问题 在中印边境显露无遗 这场戏剧性的东风猛市和高层清洗剧情 简直比电视剧还精彩 一边是东风越野车有限公司 急急忙忙出面辟谣 声称咱们的车没问题 你们别乱说 一边却是公司高层被抓 军用车退货5000辆 这反差太大了吧 真是一言不合就开着 随后军方取消东风汽车集团的军品供货资格 这可是直接切断了他们的金融命脉 再来看看习近平的动作 直接一口气撤销了这么多将领和高管的职位 而且这些人物都不是小角色 包括前空军司令员 火箭军司令员等重量级人物 看来这次是真的要大刀阔斧地整顿了 值得一提的是 中共之前提出的 至2027年实现军队现代化的目标 这个目标背后的投入和期望都是巨大的 尤其是火箭军 作为战略威吓和支援部队 它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但现在 这样的腐败和清洗事件肯定会对这个目标造成影响 甚至可能需要重新评估和调整计划 产经新闻的石板明夫提到 中共军队的腐败不仅仅是指挥官系统 而是整个军工生产链都出了问题 这种全方位的腐败 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 不仅影响军队的战斗力 还可能动摇官僚系统对领导人的信心 整体来看 这一系列事件无疑是对中国军队的一次巨大考验 同时也是对习近平领导下的共产党的一次重大考验 而这个考验也直接影响到了2024年中共军委的一号命令 实际上2024年中共军委一号命令已经连续第二年玩起了隐身术 这种情况真是挺少见的 一般来说 一号命令都是全军主目的焦点 因为它代表着新一年的开训动员令 对于军队来说 这就像是新年的第一道指令 激励士气指名方向 但2023年和2024年都未对外公开 这就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了 中共军网上各种训练宣传倒是挺热闹 可谓是花样百出 各种演习和训练消息不绝于耳 但我们都知道 这种宣传毕竟是宣传 总会美化一番真正想了解的热点内容 比如具体的战略变动 或者新的政策方向 这些却是讳莫如深 不见踪影 它的缺失可能代表着某种更深层次的变化 或者策略调整 或许是出于保密考虑 或许是内部还有更大的计划在酝酿 但不论是哪种情况 对于外界来说 这无疑都增加了许多猜测和不确定性 没有公开的一号命令 就意味着失去了一个 了解中国军队动向和意图的重要窗口 但这也可能是一种策略 通过保持神秘感来增加威慑力 或是制造迷惑 从习近平在2023年12月28日签署的 《军队运输投送条例》来看 显然中共军队的主旋律是聚焦备战打仗 并强调实现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后勤要求 然而一号军令却如同神秘的黑箱一般 未对外界公开 从1月3日的军网报道来看 虽然中共军队已经开始了2024年的训练 但却不肯公开具体的军令内容 文章中提到的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 到了吃尽奋斗的攻坚期 这可能反映了目前军队所处的紧张和严峻状态 也显示了对提升质量和标准的迫切需求 这种表述或许正是对一号军令内容的间接反应 凸显了军队整肃 纪律严明和质量提升的主题 而1月4日的报道 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 则更进一步强调了政治纪律和警觉性的重要性 这体现了习近平对于军队稳定和忠诚的高度重视 意在通过增强政治敏锐性来消除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这应是中共军委一号军令的另一项内容 体现了习近平对军队不稳的担忧 1月6日新华社发出的文章 《断造能打胜仗》的班子 再次强调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性 特别是在备战打仗这个关键领域 文章中提到军队各级党委需要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政治担当 确保党委成为备战打仗的领头役 然而这种强调党委领导的论调 可能会让军队各级官员感到压力巨大 甚至可能产生心理上的疏远感 习近平对军队各级主官的信任度下降 导致更多依靠政工干部 这可能会让军官感到不被信任 进而影响他们对军委主席和整个军队领导体系的信任 1月5日中共军委印发的 关于军队基层党组织精准规范运用第一种形态的通知 则是另一端倪 通过这一通知 军队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和作用被进一步强化 强调了官兵的日常教育 管理和监督 以及防危杜舰 持续纯政部队政治生态的重要性 这表明中共非常重视从基层做起 确保军队的纪律和忠诚 同时也反映出对潜在不稳定因素的高度警觉 虽然中共军委一号军令没有对外公开 但通过这些文章和通知 我们可以推测出 核心内容可能包括加强军队的政治忠诚 提升备战打仗能力 强化军队领导层 和基层党组织的作用等方面 这些动作表明 中共军队正在进行深刻的内部整顿和提升 旨在建设一个更加忠诚 纪律严明和作战能力强大的军队 然而中共强大的体制编制和错综复杂的军队人员结构 并非通过主席的一号令喊喊口号 就能解决实际问题的 各自的利益集团和山头都抱持着 只要没抓到我 我就继续摊下去的决心 中共的官员心里都清楚 上了贼船 早晚都有一死 关系硬的混一混 没准平稳落地 如此看来 谁会不拼一把 搏一手呢 抱着必死的心态贪腐 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快感 或许才是中共官员追求的人生最大的赢家